对经营场所的最初设计和建设 你可能没办法参与多少意见 但是在整体经营中 一以贯之地进行优良管理 将使你受益匪浅 管理周边环境 需要全面考虑做什么 如何做 结合安全部咒和现金处理的要求 对店面进行良好管理 将减少你受犯罪行为侵害的风险 请确保你每天都选择不同的时间去银行 偶尔可能派遣别人带你前去 下班了 钱柜却敞开着 看上去有些奇怪 但这清楚地表明你没有什么好隐藏的 这就释放出信号 这里不值得良上君子破门而入 管理好钥匙 密码和电脑 不要暴露在犯罪行为面前 对货品的良好管理 不仅是为了做好生意 还会帮助你看到各种物品各安其味 一旦物品丢失 你会很快发觉 一切好管理好管理 好管理好管理 同伴商,一些不同的商品, 那些商品,可能会看起来的商品 有些商品,他们会想起来 处理想起来的事情 所以,你自己的商品 要不在乎的商品 自己的商品是安全的 而你的商品是安全的 但也在你的工程中 提供他们有足够的识境 或对他们有所感到 他们就能够的确定 可以帮他们他们 可以帮助账 不想要账 如何做这个事情 他们的确定 保持优质的外部环境同样必不可少 一般来说 照顾好你的生意场所 说明你是有心人 通过对周围环境的良好管理 就像犯罪分子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擅入此地并非儿戏 这对任何破坏和犯罪行为都会产生有利的震慑 精心管理 细心保持 这不仅仅是常识 而且对你的生意大有好处